凉拌黄瓜切记不要直接放盐 今天教你一招比饭店的还好吃 学会了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首先往黄瓜上面撒一勺面粉 再倒入清水 把黄瓜清洗一下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有效的吸附残留在黄瓜上面的虫卵和脏东西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清洗之后再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往黄瓜上面划几刀 然后再把黄瓜拍一拍 用这个小技巧再去拍 黄瓜就不会崩的到处都是 然后切成小段放入盆中备勻 再加入两小勺的白糖 用你的右手充分的给它抓拌均匀 加入白糖会使黄瓜的口感更加的清甜 然后把冰箱放黄瓜里冷藏20分钟 我老婆爱了想吃面条 今天啊就再教给大家一个面条非常好吃的做法 把面条下锅煮熟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 就这么一拌 给它拌均匀 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是太香了 好了 准备一个碗往里面加入葱花 小米辣和蒜末 再加入白芝麻和辣椒面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搅拌均匀 再加入生抽和香醋 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料汁就做好了 我们看一下黄瓜已经腌出了很多的水分 然后用力挤出水分 尽量把水分挤干一点 这样黄瓜吃起来会更加的清脆爽口 加入煮熟的木耳 再加点洋葱丝 88粒油炸花生米 放点香菜 倒入刚调好的料汁 拌匀之后美味继成 凉拌黄瓜这样做 香辣开胃 非常的好吃 又下饭 再搭配上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真的是太好吃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ama bitte 我 pr Sul 在唯一